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传奇女性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纺织场的启蒙 伊丽莎白 凯迪 斯坦顿的早年 二 感情的奴隶 斯坦顿的女权宣言 三 平等权力的先驱 斯坦顿的遗产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纺织场的启蒙 伊丽莎白 凯迪 斯坦顿的早年 当然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十九世纪的美国 去探访一位名叫伊丽莎白 凯迪 斯坦顿 Elizabeth K.D. Stanton的年轻女士 她的故事比一卷精致的织物 还要丰富多彩 伊丽莎白出生于1815年 她的童年并不是在纺织场的 嘈杂声中度过的 而是在纽约州的约翰斯顿长大 这是一个比纺织场更多的是 法律和社会正义的环境 她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法官 而她的母亲则是一个社交名人 可以说 伊丽莎白的启蒙教育 是在法律书籍和社交活动中进行的 而不是在纺织机旁 不过 如果我们硬要把伊丽莎白的早年 和纺织场联系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说 她的思想就像是一台纺织机 不断地编织出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 从小 她就对父亲的法律工作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当她发现 女性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时 她的正义感就像是一根针 穿透了社会的厚重布料 幽默地说 伊丽莎白可能是那种 在家里偷偷阅读父亲 法律文献的小孩 而不是偷吃饼干的那种 她的早年教育让她意识到 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就像是一件破旧的衣服 急需修补和改造 伊丽莎白的启蒙 并不是在纺织场的轰鸣声中 而是在她对不公正的沉思 和对改变的渴望中 她的思想逐渐成熟 就像一件精心制作的服装 最终在1848年的 四内卡夫尔斯会议上展现出来 那里她和其他女性领袖 共同起草了感情宣言 这份文件就像是一件 新的社会制服 宣告了女性权力运动的正式开始 所以 虽然伊丽莎白 凯迪斯坦顿的早年 并没有直接与纺织场有关 但她的生活和工作 无疑为女性的社会地位 编织了一张新的 更加公平的社会纺织品 她的故事提醒我们 每个人的生活 都是一件独特的作品 需要我们不断地编织和创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感情的奴隶 斯坦顿的女权宣言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伊丽莎白 凯迪斯坦独 Elizabeth Katie Stanton 和她那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感情的奴隶 首先 我们来认识一下 斯坦顿女士 她不仅是一位女权运动的先驱 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言论自由战士 她的笔触就像她的意志一样锐利 感情的奴隶 这部作品 其实并不是一本浪漫小说 而是一篇发表于1848年的宣言 她在纽约州斯内卡瀑布的 第一次妇女权力公约上被提出 这篇宣言 是对当时社会对女性角色的一种挑战 斯坦顿女士 在这里不仅仅是在谈论感情 她是在谈论权力 自主 以及女性 在社会中的地位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斯坦顿女士站在讲台上 她的眼神 就像是能够穿透那些厚重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裙背一样 她说 女士们 我们已经受够了被当作感情的奴隶 是时候成为自己决定命运的女王了 当然 这可能是我加了点料的 但你得承认 这样的画面相当震撼 斯坦顿女士在感情的奴隶中 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包括妇女的投票权 这在当时 可是相当激进的想法 财产权 以及更公平的离婚法律 她的这些主张在当时社会中 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但无论如何 她的声音已经无法被忽视 有趣的是 斯坦顿女士的丈夫亨利 B.斯坦独 Henry B. Stanton 是一位著名的废奴主义者 但即便如此 她对于妻子的女权 活动并不总是给予支持 这对夫妻的关系有时候 就像是一场为了平等和自由的拔河比赛 伊丽莎白在一边用笔作为武器 亨利在另一边 可能还在思考她的妻子 是否应该在家里多做点家务 总之 斯坦顿的 感情的奴隶 不仅是一篇宣言 它是一场革命的开端 一个女性开始争取自己在社会中 应有地位的标志 而斯坦顿女士 她不仅仅是感情的奴隶 她是女性自由的先驱 一位真正的女王 即使她的王冠 只是由她那些无数的论文和演讲组成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平等权力的先驱 斯坦顿的遗产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伊丽莎白 凯迪斯坦顿 Elizabeth Katie Stanton 因为不仅在她的时代 而且在我们的时代都被认为是平等权力的先驱 斯坦顿女士不仅是一位女性权力运动的领袖 而且 她的遗产可以说比她当时的裙摆还要宽广 首先 想象一下19世纪中叶的美国 一个女性穿裤子 比她们投票的可能性还要小的时代 在这个背景下 斯坦顿女士站出来 不仅要求穿裤子的权力 还要求投票权 这简直就像是要求月亮一样荒唐 但她做到了 至少是在争取权力的部分 穿裤子的事情可能还需要一些时日 斯坦顿女士最著名的事迹之一 是她与好友苏珊·B·安东尼 苏森·B·安东尼 一起组织的第一次女性权力会议 这在当时可是相当于在社会的脸上 贴了一张我们要变革的大标签 这次会议发生在1848年的 色内卡夫尔斯 Seneca Falls 而她们起草的色内卡夫尔斯宣言 Seneca Falls Decoration 是女性争取平等权力的第一声怒吼 斯坦顿女士不仅是个激进的活动家 她还是个家庭女性 生了七个孩子 想象一下 她一边在家里换闹布 一边在思考如何推翻父权制的下一个策略 她甚至在家里写了一部剧著 《女性圣经》 The Woman's Bible 这本书对圣经中的性别角色 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 可以说是当时的女性版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斯坦顿女士的幽默感也是出了名的 有一次 她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们正在争取的权力 不仅仅是投票权 而是从摇篮到坟墓的 每一刻都能被当作人类对待的权力 这句话既深刻又带点自嘲 因为在那个时代 女性被当作人类对待 还真是个大胆的要求 斯坦顿的遗产是巨大的 她不仅为女性争取了投票权 还为后来的平等权力运动奠定了基础 她的勇气和智慧激励了无数人 不仅仅是女性 而是所有相信平等和正义的人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 一个人的声音也能引发变革 所以 下次当你投票 或者穿上你最喜欢的裤子时 记得向斯坦顿女士致敬 她可能不在乎你穿什么 但她绝对会为你能够自由选择 而感到骄傲 尊敬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谈论的是 19世纪的女权运动先驱 伊丽莎白 凯迪 斯坦顿 Elizabeth Katie Stanton 她不仅是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也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和作家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 一个人的声音也能引发变革 在我们的第一个故事中 我们了解到斯坦顿女士的早年病 没有直接与纺织厂有关 然而 她的思想就像一个不停运转的纺织机 不断地编织出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 她在塞内卡福尔斯会议上起草的感情宣言 则宣告了女性权力运动的开始 这样的故事提醒我们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件独特的作品 需要我们不断地编织和创造 在我们的第二个故事中 我们深入研究了斯坦顿女士的感情的奴隶 这是一篇宣言 也是一场革命的开端 斯坦顿女士在这篇宣言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包括妇女的投票权 财产权 以及更公平的离婚法律 她的这些主张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但无论如何 她的声音已经无法被忽视 在我们的最后一个故事中 我们探讨了斯坦顿女士的遗产 她不仅争取了女性的投票权 还为后来的平等权力运动奠定了基础 她的勇气和智慧激励了无数人 不仅仅是女性 而是所有相信平等和正义的人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 一个人的声音也能引发变革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斯坦顿女士的故事 有什么看法 你们是否有任何问题或者意见 想要分享呢 请在留言区留下你们的想法 我们期待着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